人类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外太空,不仅在寻找下一个存在生命的星球,也了解到了关于外太空的更多知识。 据英国《每日柔报》报道着,近日天文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第一颗存在于太阳系之外的卫星。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超过3000颗系外行星,但是大家在确认那系外行星的同时,却从未能够找到这些系外行星拥有卫星。 对于人类有限的观测条件而言,在太空中寻找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都困难重重,寻找围绕行星旋转的卫星更物异于海底捞针。 不过,还是有惊喜,近日科学家们在一颗Kepler-1625B的行星附近,找到了一颗系外卫星。 艺术模拟图显示了系外行星Kepler-1625B,橙色的外观,而它有一颗蓝色的卫星,这颗卫星看上去与太阳系的海王星类似。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系外卫星。 科学家们认为,蓝色卫星围绕着巨大的行星运行。 据称这个行星卫星系统距离地球约8000光年。 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助理教授戴维基普博士说,这将是第一例在太阳系外探测到卫星的案例。 研究人员分析了开普勒望远近发现的284颗行星的数据。 这些行星在至少30天内让其主星运行。 开普勒寻找由行星运行,引起的恒星亮度瞬间变暗。 这种过程被称为灵星,通常是被认为行星存在的明显标志。 但在研究来自一颗米维克勒1625B的行星的数据时,研究小组注意到数据中存在一些替察现象。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注意到亮度变化,曲线中的微小偏差和摆动。 在确认了这一奇特变化后,该团队一用哈勃望远近的数据,展开了更精确的调查。 他们观察了遥远行星在其恒星表面上的长达19小时的旅程。 在此次灵星事件结束三个小时后,他们发现恒星亮度出现了一次较小下降。 表明在恒星前面还有一个较小的物体,天文学家认为,这是该行星周围的卫星若微落后于大行星,产生了二次零星。 相关研究者表示,这看起来像是一颗星球,牵引着另一颗星球。 同时,研究还发现,这颗预期的形体比预期,提前几十五分钟开始运转。 天文学家声称,致近一步巩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星球围绕着更大行星运行,因为它暗示天体都在绕着共同的中心轨道运行。 因为这个行星轨道的轻微偏差可以用来自附近另一个行星的以利托叶来解释。 但天文学家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恒星系统中没有其他行星。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天文学研究员T恤表示, 其外卫星是光变区线中第二次下降和轨道偏差的,最简单也是最自然的解释。 若是有外星老名观察地球和月亮组成的个月系经过太阳, 外星老名也会注意到月球轨道的类似异常。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